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的是自定义异常 那么首先来看为什么需要自定义异常 我先把这个内容考出来 Ctrl C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下 Demo8 Demo8 Exception Except TL1 Ctrl V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需要自定义异常 那你看这个渣瓦里面 是不是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这么多的异常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自定义异常呢 那么自定义异常的意义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那么再接下来看 来看他定义好的异常里面都做了哪些事 来看RuntimeException 看里面写了什么方法 他里面写了什么方法呀 说没写什么方法 就这么几个构造 然后呢 他的方法都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SroAble 那你能明白为什么要自定义异常吗 说白了 其实自定义异常就看谁呀 就看这个名字 因为 如果你全抛的是Exception 那我就不需要 去定义这么多异常了 对不对 我全抛的是Exception 那出问题我就找Exception 出问题就找Exception 那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去排错的 你报一个异常 Exception 报一个异常 Exception 那你知道你哪儿报错了吗 那如果报一个异常是一个Arase AmorticException 那你就知道什么了 是不是除灵异常啊 那如果报一个异常是None Pointer Exception 是不是就控制人异常 那么再报一个异常 是索引约界异常 就是Arase Out of Bounce Exception 那是不是就索引约界异常啊 所以你是看了名字就知道 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针对异常 全PoreException 你看名字能看得出来吗 那么最后总结一句话 自定异常就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区分它的名字而已 那么它里面所做的事 全交给负类来做了 你看随便找一个啊 看看里面 它里面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构造 也没有什么方法啊 异常类都是这么做的 就是取决于它的一个名字而已 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自定异异常 其实就是取决于它的名字 那我们就会写了 我们要写一个什么呢 关于人的年龄 超过范围的 那么原来我们这么做呢 是不太符合规则的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里面去抛 抛一个Exception 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异常 那好 那现在咱们就在这里面去自定义一个吧 Class 叫做Age Age Alt Alt F Bounce B-O-U-N D Bounce 好 那你既然是想当一个异常类 那你当异常类的话 你是不是得跟人一样啊 你看 这帮哥们儿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纹身啊 那你想去加入什么这个红星啊 还想加入东星啊 你是不是也得加一个纹身啊 后面跟一个什么 是不是Exception啊 好 加Exception 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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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N 我再问大家啊 那难道我闻了个身就证明我是一个混江湖的小弟吗 还得怎么样 是不还得拜码头啊 怎么拜码头 哎 G成 Ex T N D S G成Exception Exception L 好 那么这就OK了 其实 它就是一个什么了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异常类了 那它继承了谁 它继承了Exception 它就是一个Exception的子类 好 那回到这里面我们来看啊 回到这里面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两行代码注释掉 哎 我抛的是这个咱们自己的 THROW 然后呢 NU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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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不是有咱们自己一个异常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这里面抛的不是这个一个Exception啊 哎 咱也抛咱们自己的 来 Ctrl加1 好 大家来看啊 我们现在 再运行 但是呢 这个提示不温馨 没告诉我们 因为什么原因出错了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年龄非法呀 那好 那在这里我也加一个年龄非法 叫做年龄 非法 哎 大家看 我加了一个年龄非法 他给我报错了 为什么 什么原因啊 哎 这个东西已经想到了 你在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有餐的构造啊 是没有啊 我们现在直接用一个有餐的构造合适吗 你看 咱们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只有一个空餐构造 好 那么既然享有有餐构造 那怎么做呢 我们得看一看 以个ception这个类里面 怎么做的 对不对 好 点击去看一眼 大家看 他里面都做了什么事 他的构造 你看 super 传给他的负类 他的有餐构造 super 传给他的负类 然后呢 这些多个参数的也是super传给的负类 也说什么呀 一个ception里面啥事都没做 全传给他负类的 那我们再往上看一眼啊 哎 随便找一个构造 点一下 看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传给了他的负类 thoreble 那把这个message传给了负类之后呢 message又复制给一个detail message 那么这detail message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点一下 是不是属于一个成员变量啊 那么属于成员变量 你再来看啊 control 来一个get message 他返回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detail message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message一层一层传上来 传上来之后给成员变量复制了 那当我掉用get message的时候 那就拿到了什么呀 拿到了这个异常信息了 异常信息说白了 是我底层通过啊 我子类是通过构造传到顶层来的 传到这个负类来的 然后呢 我通过get message就获取到了这个异常信息了 明白吗 一层一层传上来的 所以子类呢 不用做什么事 很简单 自定异常类特别简单 怎么办呢 在这里面 我把构造重写一下就可以了 alt shift加s来一个c 这都是通过负类去生成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都生成啊 我现在就生成两个得了 一个空餐的 一个有一个strain参数的 ok 那么现在呢 咱们是不是有了这两个构造啊 那么有了这两个构造之后 你回头再来看 这时候就不报错了 他说我就不报错了 你再运行的时候 这个结果看 年龄非发 然后那抛的异常 就是我们自己自定义这个异常了 age out of bounds 一个scription 所以记住一句话 之所以要有自定义常 就是为了看什么 是不是看他这个名字啊 看他名字的好处就是 让我们更快的检索到我们所犯的错误 那你都抛几个scription 那我哪知道 到底出什么错误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呢 这就是自定义常 为什么要自定义常 就是为了干嘛呢 通过名字区分 通过名字区分 到底是什么异常 审马异常 有 针对的 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很简单啊 就是改个名字而已 然后呢 自定义常 我们继承exception 也可以继承runtime exception 那么如果继承runtime exception 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运行使义常 runtime run time 好了 那么如果是运行使义常的话 我们在这用的时候啊 在这用的时候 你抛的是这个 runtime exception的子类 那在这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在方法上 不做声明呢 是不是没有问题 看了吗 你想抛也可以 不想抛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 继承exception 和runtime exception的一个区别 那好 你在运行的时候呢 它同样也会爆出 这么一个 继承来 那么它俩的区别就是 一个呢 我们在 编译时 必须要处理 一个呢 我们在编译时 不用处理 哪个在编译时 必须处理啊 继承 exception的 那么继承runtime exception 在编译时 不用去处理 还是那句话 runtime exception 是属于我们 程序员所犯的错误 那么如果你遇到了 就需要回来去啊 修改代码 好了 那这就是演示了一下 继承这个 回退没了 继承这个runtime exception 和这个继承exception 好 回头我在这边 改回来 也继承exception 得了 都可以的啊 如果你像 想是运行时 一场 那你就继承runtime 那么如果你要是 这个编译时 一场 那你就继承exception 自定一场 很简单 那么继承了一个 exception 或者runtime exception之后 写几个有餐的构造 就可以了 公餐有餐的构造 好 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传媒的构造 我们下一个传媒的构造 我们下一个传媒的构造